HELLO 大家好 我是專心 今天要再度回到 奇怪的炎粒爸爸系列 但不同的是 今天我要玩的是 奇怪的炎粒爸爸 第三章 相信各位眼睛血亮的小星星們 已經注意到了 沒錯 這次我找來的 超愛玩恐怖遊戲的羅伊 還有每次玩恐怖遊戲 聲音都會發抖的理由 來一起進行第三章的挑戰 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 前兩章的劇情 在第一章中 爸爸載我們回家後 我們幫忙打掃了家裡 還跟爸爸一起用了晚餐後 幫燃油發電機加油 故事就開始了 有一位奇異的男人 來到我們家 敲了門 爸爸走出去 跟他講了幾句話 此時我們在新聞 聽到一件不太好的消息 聽說這位奇異的男子 會入侵他人的精神 就這樣 爸爸被莫名其妙的附身了 但說也奇怪 當我們活到早上時 爸爸看似恢復正常 但事實上 爸爸做出更可怕的事情 他把二樓的樓梯都給封了 而那天晚上 奇異男子來到我們家 他再度敲門 我告訴爸爸說不要出去 但爸爸不聽 又再度被附身 而在第二章中 我們想盡辦法做出了解藥 結果拯救爸爸 讓他幸免贏難 然而故事還沒結束 爸爸看似沒事了 但媽媽回到家後 突然間 就被綁架了 就這樣 故事來到第三章 OK 那在我們第三章挑戰團 正式出外前 邀請各位小新人們 不要忘記啦 往這影片 先留下個彩色大拇指 讓我知道 你們喜歡我找蘿伊 還有理由 一起來玩恐怖遊戲 那麼我們這集的喜歡目標數 該怎麼訂呢 我想既然我們已經來到第三章 那我們這集就要訂個 1300個喜歡吧 看看能不能趕快達到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進入遊戲 還記得以前我們是坐上車 遊戲就開始了 而現在不是了 我們可以自己創建大廳 目前我們的故事是BOOK ONE 據說寫道 你和你的兄弟姐妹 生活在一個幸福的家庭裡 但是 當一位神秘的蒙面人 來到前廊時 事情又變糟糕了 進入BOOK ONE之後 可以選擇三個章節 第三章的簡述是 你的媽媽被綁架了 你和你的兄弟姐妹航行 到海外尋找她 並且擊敗了異形 所以看來在這一章中 神秘男者真實身份揭露了 原來他是異形啊 那接下來 我們就創建拉比 BOOK ONE 第三章 一般難度 故事開始 哇 新版真的做得挺酷的 媽媽被綁架了 我們該怎麼辦 冷靜點啊爸爸 你是一家自主耶 我們得盡快找到媽媽 對啊 不然媽媽被死神 帶去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我會做一些研究直到晚上 那我們呢 幾個小時之後 啊 爸爸怎麼了 要爆炸了嗎 我想要知道他們去了哪了 我看到外面有一堆圓形的腳印 也許我們應該跟著腳印 希望我們能找到媽媽 那你們還在等什麼呢 我在等你想辦法爸爸 文靜肯德的帶上最多食物和水 因為這將會是一個漫長的旅程 OK 所以接下來呢 Ceo I guess 蛤 現在要保持冷靜 啊 門開了 現在我們要 拿食物 水 還有汽油罐 並也把他們放上車 直到11點 好了 看來我跟 蘿伊還有李歐就要忙起來了 要把這些東西運上車 哇 最多可以裝50份喔 不過搞不好 就算我們三個人 也沒辦法把50份裝滿 目前最缺的就是水了吧 那我就專心的裝水 然後爸爸就一直在這裡發呆喔 這老爸想了方法 但是他不幫忙做事情 這樣對嗎 三樣東西都要50份 提起來就不可能會辦到了 加油加油 11點快到了 畢竟時間過得很快 啊我們肚子也餓了 是不是可以吃一下 可以放桌上嗎 欸不行欸 只能把他運上車 不能先偷吃啊 喔 看來時間到了是嗎 好的 現在上車 我們得快一點 好 塞上去吧 要上車 現在我們終於要離開 這個甜蜜的家了 再見了我們的家 我們會想辦法把媽媽帶回來的 現在我們要開到哪裡去啊 這路好顛簸喔 我路上的景色還真不錯欸 看我們這樣要開往荒郊野嶺是不是 欸 前面有一個門欸 喔 我們來到海灘欸 欸 有艘船在等我們 還有一個人 OK我們下車 哇 有艘船欸 他還有名字 喔 這是船部的經銷商啊 女吼 我聽說傑瑞先生想要買這艘船 這是真的嗎 當然 好的 我有SSMino Johnson號 他很小 但很耐用 哇這不是尖鋒時刻的梗嗎 好吧 這艘船要花給你們 十份麵條 和一杯水 欸 以物以物嗎 還好我們剛才有努力裝啊 先才能派上用場啊 好的 謝謝副款 你們現在可以上船了 NICE 現在這艘船是我們的了吧 喔 糟了 爸爸有紫急聲音會議 你們大家自己去吧 保重 欸不是吧 爸爸 你就這樣拋向媽媽 這時間點你不跟我們一起去 你要去當什麼 奇怪的嚴厲BOSS嗎 就變成我們自己出發喔 欸不過這艘船長還蠻酷的欸 幾個小時之後 教學開始了 控制船 並且避開冰山 涉及這些蒙面人 來擺脫他們 修復 釣魚 防禦 溫度低於一度吸食 不要往床外跑 睡覺來恢復體力 吃飽 喝水保持水分 看這些就跟之前一樣啊 欸怎麼了 剛才撞到冰山是不是 現在是 羅伊在開船 100%全速前進 喔看我們可以把船給停下來欸 然後還可以 慢慢的讓他變快 欸蒙面人上船了 等一下 我們要拿槍 要拿鐵錘 拿釣竿 喔剛才拿到麵條啊 直接吃了吧 下外面的溫度是3.5度C 我們可以先釣魚嗎 喔 船在移動時不能釣魚喔 這可以開燈欸 還可以關燈 好酷喔 溫度越越低了 這邊還有一個自動防禦冰山 欸這蠻酷的 但這個應該會 加速油耗量吧 會欸 耗蠻多的 所以還是先關起來吧 我剛才注意到我們原本是在 Bloxia島上 現在要去新島嶼 痾 這外面也太多蒙面人了吧 你用具來躺在床上開槍 欸有冰山欸 看我們需要駕駛 然後來避過冰山是吧 看羅伊開船其實不錯喔 現在換我們來駕駛看看好了 我如果把船 稍微降速 降到25% 欸怎麼有這個 啊這是用來操控方向的 喔往左避開冰山 欸有冰山有冰山 NO 撞冰山了 Holy 抱歉了船 我看你受傷了 我們以75%的速度向前行好了 看來一定要有可能在這邊駕駛才行啊 不然這個船肯定會撞冰山的 能夠閃過嗎 喔 又撞到了 我們的油料現在還有68%還行 因為 溫度上升了所以 他們出去 底蘊那一來騎一人蒙面人 欸 小心啊 被攻擊了 欸 蘿伊倒下了 那蘿伊復活 呃 抱歉 我居然沒有看路 欸其實看來我們應該可以讓船自己行駛啊 就算 不避開冰山應該也沒關係吧 看哪裡壞了我們就修哪裡 現在溫度是9.9度 所以可以出去了 喔 現在可以釣魚了 我什麼都沒釣到 喔 我釣到兩坨麵條 怎麼是釣到麵條 不是釣到魚喔 所以真的可以在船上煮麵條嗎 欸真的可以欸 那我們繼續航行吧 看剛才是蘿伊把船停下來了 所以我們才能夠釣魚 喔前面壞掉了 現在出去的話會怎麼樣呢 喔 我被動不住了 然後我的飢餓值跟 能量 都在快速下降 但我也要修船 就先忍耐一下吧 痾糕 下面點不到 好吧先回去吧 現在點不到也沒辦法 現在蘿伊在開船了 然後我們可以睡個覺 恢復精神 但是跟在家裡不一樣 在船上睡覺 恢復得比較慢 OMG 痾前面是不是爆掉了 好吧來吧 又入侵著 海上還有欸 這有點誇張 痾有地方可以修嗎 好像沒有了欸 OMG 我被攻擊了 欸我發現我的船進水了欸 先處理他們 然後無論如何都得去修船了 再不修就要乘船了 這BB要怎麼修啊 哇肚子了先吃一下好了 然後我們的油還有12罐 這個先關起來好了 我覺得我們其實可以用這個欸 自動防禦冰山系統 這效果不曉得好不好啊 剛才怕耗油都沒有開 哇 船砲欸 這攻擊系統其實蠻不錯的 只是蠻耗電的就是了 看我們離我們的 終點還有 快一半 欸對其實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欸 就看到冰山靠過來時 我們直接開 防禦系統 這樣就行了 雖然會耗一點油 這邊想到我們三個菜鳥出航 居然這麼不順利啊 我這油料真的消耗蠻多了 一次死欸 其實這航行難度真的有點高 包括會有敵人上船 還有惡劣天氣的問題要解決 油料要控好 船身會不會撞冰山破損 要保護船 不能讓船沈掉 這些工作每個都很重要 哇前方天氣真的很惡劣 完全看不進屬遠方什麼 然後理由看來應該已經掛掉了 他不見很久了 看來理由是剛才修船時 不幸十足掉下去 就掛了 不過我們終於也快到終點了 五個油 哇終於 到達星島了 Nice 哇 到了到了 星島長得還挺好看的啊 喔我們在這裡坐一台車是不是 前往武器店 哇司機幫我們開車欸 我們不用自己開 真好 這座島裡的生態 跟我們之前住的地方不太一樣 這裡的地形比較像山谷 欸到了嗎 我看到這個建築物上面寫著三姆 看來這就是了吧 三姆的武器店 接下來我們要進去跟店長說話 好可惡 這門是這樣可以直接撞開的喔 嗨三姆 嘿 你們想買一些武器嗎 是啊 現在還是早上六點 所以大部分的物品都還沒準備好 喔不 難道我們買不到武器嗎 但是嘿 別擔心 我得到這些救救吧 而且是免費的 確實沒怎麼用過 哇太好了 至少有球棒 欸這要怎麼用啊 喔 原來可以打自己的隊友 喔哈哈好痛喔 看來我們可以靠著球棒 把鱸魚打飛啊 打飛啊 現在我們的目標要前往最後的目的地了 不過 爸爸到底是怎麼知道最後的目的地了 後來就沒有看到腳印啊 我們到底怎麼過來的 接下來我們要前往洞穴深處 危險 請勿進入 僅允許授權人員進入 哇這讓我想起了 趴屁不會抬 感覺有這樣的氛圍 喔 門開了 天啊 躲在這裡 他名字叫異形 你們來了 你們終於抵達了 否則 你們和媽媽 將會面臨最可怕的後果 所以咧 如果你想要拯救媽媽 現在就看我戰鬥吧 蛤 什麼 莫名其妙 你是戰鬥狂嗎 等一下我們觀察一下好了 呃 他好像會一段時間 靠過來然後 欸循轉喔 OK這樣 我看來他話還挺多的啊 還做我們好運欸 你們很弱 有嗎 我們很弱嗎 我跟羅伊兩個人是少棒隊的欸 雖然一個人常當棒子 一個人當球 但我們是很強的 別小看我們的實力啊 喔 看被他打到也是會痛的 等他轉彎 揍他 你們的媽媽的靈魂 是我的 怎麼可能讓給你 媽媽是我們要帶回去的 欸為什麼他血條 數字不會變少啊 是Bug還沒做好啊 喔 我看懂了啦 他的攻擊模式下會有一條 他即將攻擊的路徑 看來是要閃開的 但看來我跟羅伊已經掌握 攻擊他的節奏了 然後轉彎我們就上去 靠他 轉啊 打你的頭 欸他剛剛是被我擊退了嗎 短 欸真的欸 是可以擊退了欸 夠近的話 等他旋轉 Come on 哈哈哈 羅伊一點都不手下留情啊 異形掛了 終於 我們打敗了那個人 媽媽 我希望你們一次 我們現在就來救你 欸羅伊怎麼做上去的 哈哈哈 謝謝你們 我的孩子們 Nice 成功救出媽媽了 謝謝你們救我媽媽 如果你們沒有在那裡的話 媽媽就會死了 現在 我們回家見你們的爸爸吧 好啊 出發吧 蛤 我就知道 沒那麼簡單 爸爸又被疫情復生了 嘿嘿嘿嘿嘿嘿 你們永遠打敗不了我的 現在 我會帶你爸爸一起去 希望你們夠好運 可以在天空找到我們 欸 所以現在我們要多一個爸爸了嗎 這樣媽媽怎麼辦 媽媽被替光照底啦 哇齁齁齁齁齁齁 起飛了 就這樣他們前往了天堂 那個疫情的能力 也太強大了吧 我們現在要幹嘛 我想我們開始用機場 喔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坐飛機去追的是嗎 好吧 故事還沒結束 並且劇情長在更扯的方向發展了 好的各位 鋼仔理由非常的不幸 他本來在修船 但是壞掉的地方 看來是錘子錘不到的 所以他嘗試修那個修不到的位置時 就掉進海裡 屍骨無存 所以沒辦法復活 話說回來 除了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結局以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結局 讓我們創建遊戲 直接來看看會發生什麼吧 好的,我們再度來到海灘 我們特地不準備水 也不準備食物 看看這個商人會跟我們說些什麼 你好,我聽說傑瑞先生想買這艘船 是真的嗎 好的,我有SSMino Johnson號 他很小到很耐用 哦,到這邊都一樣啊 好吧,這艘船要花費你們十份麵條 和一杯水 哦,所以你們買不起嗎 哇,他臉都變了耶 變得好可怕喔 我從昨天晚上一直努力到今天早上 一直在處理這艘船 就為了服務你們這些傢伙 我也要把你們從這個世界刪除 欸,異形跑出來了 厚比 你已被踢出體驗 糟糕的結局 我們破產了 好的,這是我們這一集的 奇怪的嚴厲爸爸第三章 現在他只有這兩個結局喔 目前第三章內容這樣有玩起來 我覺得作者在設計上 花蠻多心思的喔 像是在船上度過那一段 還挺有趣的 在我們看過這麼多Robot遊戲來說 他算是一種嶄新的玩法 而第三章主要的故事劇情 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也稍微交代一些內容 而我覺得如果細節跟內容可以再多一點 那就更好了 還好在搬東西那裡 還好有李歐跟羅伊德幫忙 包括一個人搬東西 肯定資源搬不了多少 資源搬不了多少的結果 就只能把船停下來釣魚了 像剛才在船上不是有釣到麵條嗎? 李歐還釣到汽油 羅伊也釣到其他的東西 所以看起來在油體上 釣魚是可以幫助我們做很多事情的 這一點我覺得設計也挺不錯的喔 不曉得各位小心翼門覺得如何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的想法喔 那麼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喔 感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影片的朋友 請不要忘記的幫忙留下個讚 如果想看到更多影片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也不妨考慮按下個訂閱 而最後最早當然是 不要忘記保持正面能量 我是任欣 我們下部影片會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會不會有更多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